以前还没做过答读者问是吧 那行 答读者问第一期 有个小伙伴私信说 老黄老黄 威兰达和RAV4融贩该怎么选 很纠结 你这问题抛给我吧 其实我也挺纠结的 丰田在国内玩双车战略玩的很溜 一气丰田有的 现在广气丰田一定也有 反过来也是一样 这个威兰达就是广气丰田版的RAV4融贩 二者的车身完全一致 区别只是细节的设计 威兰达的车头秀气一点 RAV4融贩更原汁原味 那仅此而已 从定位上来看 威兰达比RAV4融贩略低那么一点点 顶配车型RAV4能卖到26 威兰达只卖24了 而体现到经销商的层面上来看 有些地方上威兰达的优惠 是要比RAV4融贩还要多一点点的 同样是24.38万元 威兰达可以买到顶配的 双芹四驱豪华plus版 RAV4融贩可以买到 次顶配的双芹精英plus版 动力配方完全相同 RAV4融贩多了TSS碰撞预警系统 低速行车警告 液晶仪表是7英寸的 而威兰达只有4.2英寸 在智能方面 2022款的RAV4融贩的车机 还增加了手机远程控制的功能 不过威兰达的电池质保策略 是更加明确的 中升质保 另外中控大屏 也确实要比RAV4融贩还要更轻巧一点 那么这么来看 对于这两款车 老设计时我给出的建议就只是 你看看 一汽丰田和管汽丰田 哪家的服务顾问长得更好看一些吧